揮揮國旗來刺激一下人氣 大家繼續的往上走 每次我揮一下 結果真的幾百人 一千人就會往上走 大家都非常的愛國 不過延續 剛剛賴教授講的說 部長因為太魯閣案 49條人民下台 次長真的沒有責任嗎 好 次長這邊 有國民黨立委質疑說 這去年10月7號 交通部的工程查核小組 就查出這次的邊坡工程 未設置護欄的缺失 交通部在12月22號 要核定同意被查 好 就是說10月份的時候 就已經查出這次失事的地點 出事的地點是沒有護欄的 而督導重大工程 督導匯報查核小組 這個小組的召集人是誰 就是王國才 也就是這次的次長 你說真的 他完全沒有責任 他真的可以笑嘻嘻的唱 你是我的兄弟 然後就這樣子上台了嗎 真的是新蘇聯 就是吃乾媽淨 把所有的板塊都拿起來了嗎 我這邊來看到另外一個報導 想說新蘇聯為什麼現在好像各個派系 都不太尬意的原因 是因為他們認為蘇貞昌是真的 上來之後把所有的手 所有的東西都抓得精進了 這是信傳媒的報導 說兩年前蘇貞昌面對公股行 公股行庫的人事案的時候 很多的調動者找到總統府 而蘇貞昌一度致電 蔡總統要總統府放手 跟蔡總統講喔 叫你的劍心 就是那時候的總統府副秘書長 不要打給我的部長 財政部長蘇建榮 就是說你們這個公股行庫的事情 我說的算你們總統府 你的劍心閉嘴 不要來找我的部長來去喬事情 那後來果然就看到很多的 公股行庫的人都被換下來 然後換上大家覺得說 跟蘇比較親近的 我要問一下 這個金平議員 是不是真的這兩年下來 因為當時可能蔡正好是 2018年大敗之後比較弱 然後換下來蘇 我就很霸氣 反正你也曾經是我副院長 所以就直接叫你的劍心 不要來找我的部長喬事情 因為當時這個2018年 剛好這個是否民進黨 在2018年年底選舉大敗 寒流崛起嘛 所以當時這個蔡英文 才這個剛上任兩年不到 兩年多一點 然後就當時被認為說 馬上這個就遭逢這樣一個 民進黨執政的一個危機 所以當時這個蘇貞昌 他換掉了第一金華南金 還有這個幾個國庫啊 包括張營土營和庫 這些董作的這個人選的時候 他剛剛講 你剛剛講的那個就是劉劍心嘛 然後來到了這個 現在被安插到這個考試院 因為他的電腦裡面 洩漏的時候太多不能講的機密了 那他算是蔡英文的這個愛將 其實要要歸過回過頭來 以前我跑新聞的時候 劉劍心其實是跟著尤錫坤的 哦 對他已經跟過 跟過尤錫坤一段時間 然後後來這個 後來這個英系崛起之後 在黨內廣納的這個他們自己的人才建立兵馬的時候 這個劉劍心等於又這個帶著這個帶槍投靠的這個蔡英文 所以他對於這個尤錫坤啊 其實也算是以前都起碼都有這個提息之疑啦 所以你現在我現在聽到這個蘇貞昌當時打電話警告說 叫劉劍心不准打電話給他的這個 財政部長 你就知道第一個說明了總統手伸得很長 長臂管轄 把他的這個幕僚的手透過這個幕僚伸到了這個各部會 第一個他自己理虧站不住腳 第二個被蘇貞昌抓到了 蘇貞昌也不是也不是吃素的 我真的也不是吃菜的 我就偏偏吃你蔡英文的菜 我就打電話這個幹咬你的這個這個幕僚 總統府幕僚 不要把手伸到我這個打電話給我的財政部長 我就偏偏要把這些什麼第一金華南金 這個張銀土銀這個合庫全部董事董事 我全部換掉 不只這樣這是在一年一年多兩年前 後來你看到在這個去年的時候 甚至直接把這個 我看到這個資料上還有桃園航空 航情的這個董事長郭榮忠 就是我們桃園司議員那個郭蔡美英他老公啊 這個鄭文燦那個金發旅行郭玉慶的爸爸 而且換掉的時候還說我換掉他剛好而已 然後惹得他們完全都不爽他 還有換掉了這個華儲董事長 以前桃園市還沒升格之前的那個桃 現在的桃園區 以前那個桃園市長陳忠義啊 還有華夏航科的董事長趙琳 反正說換就換他要換人的時候 完完全全 那個快很準啊快刀斬亂嘛 所以你你會看到朱正當用人的時候 完全國營事業公股航庫 還有這些兩套的標準 那自己人呢他就 完完全全睜一隻眼逼一隻眼 所以為什麼第一名他能夠回來 然後那個這個羅秉承還會這個質疑媒體說 你根本就是在那個那個假消息 假新聞不實報導 不實報導你就去告上報啊 你就去這個告這個媒體啊 羅秉承一天到晚出來就是說 你們這些都是不實消息 羅秉承根本就是像蘇貞昌的這個發聲機發暴機啊 他講什麼他就說什麼 搞不好那個稿子全部都是丁怡民幫忙他打的 你看之前那個今年1月14號的時候 蘇貞昌的這個就職幾週年 然後那個包括蔡英文臉書上去呼應蘇貞昌 然後力挺他支持他 沒有內閣改組的傳等等傳聞 很多人講就是出自丁怡民的手筆啊 這丁怡民也在那邊幫忙這個參戰紀要 丁怡民在民進黨裡面的這樣的一個黨政不分 就如同之前林非凡跟著那個農委會主委 陳其中跑去跟環團見面 這個黨政不分到這種程度 那丁怡民還不是一樣 參與了這個行政跟立法的這個跨院季的協調 行政立法協調委員 還可以這樣以止氣死打電話 問游錫坤的那個辦公室 你們誰誰誰是不是他放話了 還嗆聲是不是誰在那邊講講講 講那些什麼有關於當時總統召集了 蔡英文召集了蘇貞昌召集了民進黨 林奇藥等等黨內的這些 他們是場面上的要角 討論要不要提對案 提對案去登這個公投 8月18號的四大公投做一個抗衡 然後因為蘇貞昌他反對提對案 所以被外界批評為B站 結果這個消息走漏之後 丁怡民代表組織打電話去 一整個亂 所以我從剛開始說蘇貞昌 他用人很簡單兩套標準 不是我的人我就快很準的殺罰 殺罰決斷我說了算 反正所有的政策我扛 我最大行政院長就是他最大 那如果是自己人 不管是遮遮掩掩掩 或者是哪怕社會觀感不佳 我一樣小心翼翼的呵護他 因為剛剛賓哥要離開之前不是有講說 他那時候引用他之前講過的話 年輕人難免犯錯嘛 對照 你砍掉了這麼多的這些主管 公益事業的公股的 這個韓國的董事長 多麼諷刺啊 然後年輕人難免犯錯 這麼愛財 是年輕人難免犯錯 你看民進黨現在那個英系的大佬 陳明文也不爽啊 說這樣很奇怪 你應該讓王國才 呃代理個一兩個月兩三個月 真的找不到人這兩三個月 你再來爭處嘛 這還看起來不是很 不是比較合理 而不是馬上 林佳龍 辭辰他堅持要走 你把他這個讓他走了之後呢 然後沒多久你就立刻補人 照理說政務次長跟這個部長都算是政務官 應該同富政治責任 應該一起離開才對 怎麼會林佳龍走了之後 他的副手政務次長王國才還在這個位置上呢 所以這才是陳明文 他開第一槍正直的蘇貞昌要警惕了 可是我相信他不會放在西藏 因為現在大選一把抓 當時為什麼我講說 在2018年到2019年 他換了公股航庫 換了國營事業了 到現在還能夠以止氣死 那是因為蔡英文跟英系的人馬 冷氣吞聲 我就看你蘇貞昌能夠搖掰多久 忍著他 忍著他到了828 你看他公投結果如果不妙了之後呢 再加上這個馬上要轉入這個下半年 以及接著明年的這個兩黨的黨內初選 你看蘇貞昌會不會變成劍拔 不過我跟大家可以講 我在民進黨還有這個 包括立法院聽到了一些消息說 早就蘇貞昌透過大選一把抓 把公營事業 國營事業 公股的航庫這些人脈 全部全部安插好了之後呢 黨政還有這個金 就是黃金的金 金錢的這個金 人脈全部安插好 包括他女兒之後想要去選新北市長 是不是有機會去挑戰侯友宜 或者是在新北市開始去蹲 他都已經鋪排好了 把人跟人脈跟錢跟兵馬 糧草都準備好了 他籌的就是下一個 進可攻他可以自己再去拼2024 退可守 他可以把這些兵馬人脈 轉交給他自己的下一代 所以完完全全為了自己跟黨派利益 至於國家的這個所有人事之上 所以大家就想說人事當然每個人都會比籌庸 像游錫坤籌庸紅池庸嘛 那這個蘇貞昌仇佣定一名嘛 大家仇佣好仇佣滿 但是你看到民進黨肉桶政治的時候 觀眾朋友們啊 我們這些繳稅的這個中華民國的國民 你們看到這些中華民國的高官 完完全全把自己跟個人政黨的利益 至於國家利益之上 完全沒有這些什麼國家的什麼熔爐 完全只有自己家裡面要怎麼樣去算計的這個 自己的個人算計 你不覺得很可恥嗎 而這些高官的醜陋的真理的面目 完完全全在我們的媒體和這個報紙所報導這麼多 你看部長下臺 正式升官陳明文覺得很奇怪 這麼多 丁怡明月領多少錢 這些光怪陸禮的現象 百官行述啊 在現在中華民國的當今政壇 讓大家只會搖頭叹息 而這一天啊 你蘇貞昌不要 我為什麼一直扣著一句話 就是囂張沒有落魄的久 這一天你就等著 不管是2022或2024 你看看民眾能夠忍你多久 我剛剛說蔡英文跟英希也能夠忍你多久 民眾忍你多久 當大家民眾選民用選票去報復你的時候 就是你蘇貞昌真正敗亡的時候 立刻訂閱中天電視 支持監督的力量在中天 中天新聞不會消失 只會更強大